政府今天起率先发放 一次性慈敏基本援助金 给六个即将举行周选的周署 以及布城和吉隆坡的赤品人士 财政部副部长纳多斯里·阿末·马斯兰 否认这项举动是在捞取选票 他强调这笔拨款早在今年2月 就已经对外公布 并提前发放援助金 要说是选前派糖果根本就不成立 阿末·马斯兰今天出席活动后告诉媒体 政府在今年播出1亿3千万令吉 作为慈敏基本援助金的用途 希望可以减轻赤品群体的负担 受惠者可以到指定超市 以及杂货店购买生活必需品 至于其他周署的受惠者 则是在7月31号陆续获得这笔援助金 当备份级 政府是否打算将援助计划 转为年度拨款 副部长说 如果政府在来年取得更多收入 希望可以继续发放这类援助金 给有需要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